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來關心今天這個農業氣象 我們今天開始由這個天氣變得更穩定 如果是這個明天有的一樣 是這個更穩定的天氣 而且明天的天氣可以說 比我們今天更穩定的最主要的 這個原因就是我們明天的 我們台灣的風的風用是 這個頭淡風到這個淡南風 像這個頭淡風的風在我們的西半部地區 都是這個被封測 所以這個分量就會比較少 天氣就會比較穩定 不過在我們明天的風地區 像我們的東半部地區 這個分量就會稍微看 比較多有這個地產的準確 不過在事情上 我們台灣附近的水氣都沒有說 都沒有算過這麼多 所以其實這個落後的機會 都沒有算過這麼多 我們西班部地區都是勤到多元 不過這個日期的時候 稍微看會比較熱的感覺 因為運動都可以說 可以來到30多左右 所以大家要稍微注意 是在暗時跟早上的時間 一樣的稍微看運動比較多 所以這個日夜溫差一樣 是比較大 如果是這個中六月後 就要稍微注意 在我們山區 可能是第一站的這個塞巴河 所以這個天氣 我可以說是穩定 不過也是要注意這個 期間的稍微的變化 我們今天這個天氣 我們這些防檢局提醒大家 這個農林漁木小叮嚀 這個水稻的話 是陸續抽稅 所以預期農友要加強防治 稻熱病 那麼像這種稻熱病的話 是比較耗發在這種高濕度的時候 而且日夜溫差比較大 就像我們最近的話 可能日夜溫差比較大 要稍微的注意一下這個稻熱病 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另外就是蘆筍 蘆筍要特別留意就是這個金箍病 像這樣子的病害發生 那麼金箍病的話就是 在這個蘆筍的進步 可能會有大片的這個病斑 像土片上 大家所看到的這個樣子 那麼通常在比較有農物 或者是入水的這個季節的話 是比較容易有這個蘆筍 會感染金箍病 所以大家這個種蘆筍的農民朋友 我們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最近的話可能會有 像這樣子的一個病床會發生 是這個未來幾天的天氣 都可以說是這個問題 在拜市 甚至說拜國進行都是出這個 透東風 拜日到禮拜的 是透這個東南風 到差不多到後禮拜 禮拜二 禮拜二的時候 到會有這個方便的 南下影響到我們台灣 所以在禮拜進行 天氣可以說 都說是很穩定 尤其是在我們的西半部地區 我們東部地區 有的分量可能稍微變得更多 因為是在洋方便的這個地區 所以稍微看這個分量 更多的可能這個地點 好 那是在未來四天的 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我們的東部地區 但是我們西半部地區 都是比較穩定的天氣 不過就要稍微注意 就是這個 空氣的品質 可能不太好 這些擴散條件 是沒有那麼樣子的好 所以 未來幾天的天氣 都是比較穩定的 大家可以好好來吧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明天見 龍條氣熊 明天在這個再會 eting人數是從 kilomet的 夜間糸 香港人 市場 搭配 的 每個鐵 都負擴散 十度 興攻擊 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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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